12月23日清华学生朱丽他金属中毒去世 死前经历了29年的折磨与煎熬 那他究竟有多恐怖 为何被称为完美的毒药杀手 大家好我是启明 本期话题他金属 因为他是一种剧毒物质 所以致死伎俩为成人每公斤体重最低12毫克 也就是说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最低只需要摄入720毫克 便会因此丧命 而即便没有致死也会像朱丽一样 因为肝肾心脏等功能受损 以及中枢神经系统损害而造成身体瘫痪 治理低下 生活完全无法自理 不过尽管他是一种毒性远高于拱和签的金属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却不太容易见到 而且不会以单制的形式出现 而是以微量化合物的形式存在 所以像朱丽一这样的严重他中毒 基本可以确信为人为偷毒 更重要的是他作为毒药 本身的特性实在是太完美了 不仅无色无味 而且非常易容于水 法国特工曾在1960年用他 毒死了卡麦龙独立先锋 罗兰慕米埃 由于他中毒后会引发许多与其他疾病相似的症状 所以极其容易被误诊 其中最典型的现象为恶心呕吐 腹痛腹泻 一般发生在他中毒的12到24小时之内 期间中毒者还会出现头痛脱发 四肢麻木 肌肉疼痛 手足正颤 身体抽搐等症状 以及精神不安和意识障碍等神经系统受损造成的问题 再之后就是脏气功能受到不可逆的损伤 当初朱令中毒之后就因为腹痛脱发等问题而被误诊 而且当时整个社会都没有他中毒的意识 直到1995年3月朱令经过治疗 但是依然病情恶化 必一度昏迷5个月之久 还是在清华学子不断向全球发出的求救邮件中 才得到了可能他中毒的结论 而关于朱令中毒案件的调查 即使有作为嫌疑人 也最终因为证据不足而被释放 而当时之所以要向国际求助 才最终搞清楚中毒物质 是因为最早研制和使用他元素的就是国外 普通中国人甚至非化学专业的人士 根本不可能轻易接触和了解这些物质 他中毒后还有救治的可能吗 为何知道是他中毒的朱令 最终还是瘫痪病死于脑癌 理论上只要不是摄入致死量的他 并且尽早服用能够吸收他的普鲁士兰 既一种工业合成颜料还是有救的 普鲁士兰在医学中可以被用来 作为他色等重金属的解毒剂 通过每日服用最多20克的普鲁士兰 可以实现其与消化系统中的他元素相结合 形成结晶最终排除体外 不过这种解毒剂对于已经进入血液中的 他还是无能为力 肯定还需要进一步进行血液透析 和服用额外的假来实现排毒 但是无论怎样排毒 已经造成的器官和神经系统损伤都是不可逆的 因此在救治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摄入的剂量要尽可能的少 救治的时间要尽可能的早 但很不幸的是 朱令摄入了他 后来被确认为致死量 并且从其1994年和1995年 两度严重入院救治来看 怀疑其遭遇了他人 两次恶意偷渡 最终在经过检测确诊是他中毒后 朱令才得以通过服用 普鲁士兰来解毒 但此时距离其第二次入院救治 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 虽然其被从死神手中拉了回来 却依然严重昏迷 后来即便苏醒 神经和各项机体功能也严重受损 视力几乎失明 之后的朱令虽然一直在接受康复治疗 但是身体状况也只能勉强维持着生存 这里也只有几岁残疾儿童的状态 最终诱发脑癌 并在今年去世 也是无法挽回的结果 但是当初其究竟是如何接触到 并摄入这么大剂量的他 至今仍是一个谜 至少朱令本人是毫不知情的 虽然他在第一次接受治疗时就曾被怀疑过是他中毒 但是可能由于第一次摄入的量少 并且朱令本人否认了主观接触的可能 医生根本就没有想到过会有人投毒 才最终耽误了治疗 虽然美国曾在1972年使用他作为过杀鼠剂 但是之后就禁止了 自从1861年英国科学家发现了他 这个恶魔一般的剧毒物质就已经逐渐开始展现了他的威力 并随着科学界对他危害的认识越来越深度 他使用也被严格限制 所以在上个世纪90年代 互联网还未正式兴起的中国 能够知道他的毒性 并轻松接触到这类化学物质的 只可能是高级知识分子 而两次投毒最终投下致死伎俩 又可见此人有多恶毒